大家好,我是核子恩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星期三公布施政报告 据了解,会加强对北上安劳长者的支援 包括扩大医疗圈在内地的使用范围 和增加广东院社计划的数目 也有意研究补贴长者部分在内地的医疗费 驻广州记者陈卓康报道 这里是佛山一间安劳院里面的酒楼 83岁的潘伯伯由香港来佛山安劳 今年7月入住这间商人房 由一名同房 衣服又洗卖,量又帮我通卖 干净,麒麟,宽阔,很大 正式,好维生 服务院,护士,很为我们服务,很质量度 潘伯伯是经广东院社计划安排入住 申请人需要正供香港本地的资助护理安劳宿位 或者护养远宿位 有四间安劳院社选择 分别位于深圳、佛山和肇庆 全部都有在香港营办院社的经验 截至今年3月底 一共有170位长者参加 据了解,新一份施政报告 有意增加内地院社的数目 在内地营办的安劳院 符合约干条件都可以参加计划 包括在国家标准 拿到至少四星级别 至少营运两年等 初步有至少五间符合资格 分布在广州、东莞和中山 有安劳业界相信 选择增加会吸引奖者考虑不上安劳 缩短在香港轮后缩毁 内地的养老机构 无论环境或者设施 在这几年都有很大的进步 尤其有部分的港人 其实已经在内地生活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而这批港人的人数 在大湾区里面都接近有九万人 不过内地安劳 长者要考虑就医的问题 消息说政府也有意再扩大 2000元长者医疗券的使用范围 由现时深圳、东莞、南沙七间医疗机构 扩展至大湾区九市的指定医疗机构 不过医疗圈只限缓诊服务 也正研究补贴他们部分住院的医疗费 叶家有建议正是施行的 大湾区跨境直通救护车计划 可以增测由广东院舍直达香港医院的路线 以方便长者回香港看医生 舞线电视驻广州记者陈聚航目睹 乐队Coldplay明年来香港演出 公开售票大约1个小时已经卖光 业佳期待有助带动旅游业 有学者认为香港要想想 如何推动演唱会经济 在深圳工作的黄多燕喜欢听广东歌 去年来香港听张学友演唱会 留下深刻印象 英国殿堂级乐队Coldplay 明年4月在启德体育园开三场演唱会 门票公开发售大约1个小时埋下 旅游业家认为这类大型演唱会 会吸引大量海外游客 推动本地旅游业 这些旅客来自外国的旅客 他不会是短途客人 可能他起码都留在香港三日两夜 他带来住酒店的日数 又或者他起码用交通 去我们的餐厅 甚至他更加会有机会 去光顺我们一些本地旅行社的服务 所以这个就跟内地的自由行客人的组合有些不同 或者他们的需求都是不同 根据理工大学2013年评估 演唱会经济可以为香港本地生产总值贡献21亿6千万 当时推算兴建新场馆 加上酒店住宿 餐饮零售等等 每年可以额外带来52亿经济效益 有学者认为商界应该合作研究如何带动演唱会经济 澳门亦提出打造演艺之都 去年的演唱会票房收入就达到11亿澳门元 无线Lins记者谢月程博德 香港旅游业议会输团到北京 和国家文化和旅游报官员会面交流 建议将经香港入境广东的外国旅行团 限时免签入境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安排 扩大到广东省以外 驻北京记者叶子华报导 旅业会主席徐黄美论 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等一行15人 拜会国家文化和旅游报副部长张静 并闭门交流大约一个小时 旅议会会后说 因应特区政府和国家商务部 最新签订的SIPA修订协议 明年3月起 将经香港入境广东的外国旅行团 可免签停留144小时的安排 由现在限于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和山头市 扩展至全个广东省 议会建议进一步推展到附近的省份 高铁的方便性 很多地方在广东省以外 都可能都是两至五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觉得这些地区 都可以考虑在广东省以外 放宽144的签署优惠 新收定协议都支持内地旅客 只是凭护照和船票可以过境来香港搭国际游轮航先 旅游界立法本议员姚柏良就认为 有助香港吸引更多邮轮靠岸 这个正正就是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可以吸引多一些的国际游轮 透过在香港可以能够开展不同的航次 可以能够甚至以香港作为武港 他们日后的这些航次开通的时候 有牵涉一些其他国家的港口 或者一些内地的港口的时候 都不会受制于内地居民要上这些船 他要额外做签注的问题 雷业会又说国家文化和旅游部 支持香港继续举办大型盛事 母线年事驻北京记者叶子华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强杜鲁窩出席东盟峰会 推动中国和东盟加强合作 又警告要防范域外势力对亚洲的干扰 呼吁强化亚洲意识 吴家軒在《老窩万丈》报道 东盟峰会其中一个焦点会议 东盟10加3首路会议在下午召开 国务院总理李强率先进入会场 所谓的10加3就是东盟10国 加上中日韩三国 各个领导人先影大合照 李强在会议上指出 COVID发展面临一些不稳定的因素 警告要防止域外国家插手 特别是预外势力 平凡干扰 甚至试图把阵营对抗 地缘冲突引入亚洲 对此我们大家应该怎么看 怎么办 怎么样更好地把握亚洲的未来 确保始终朝日 正确的方向前行 李强在早上也都出席东盟与中国峰会 他发言时候提到 世界经济复苏仍然乏力 加上保护主义抬头 地缘政治动荡 东盟要和中国加强合作 我们人口总规模加起来 占了世界的四分之一 市场资源是我们最突出的优势 我相信中国东盟两大市场 更紧密更有机的融合联通 一定能够形成更为显著的 经济规模效应 产业急剧效应和发展外议效益 国务院总理李强也都在会上宣布 中国都盟自贸区升级谈判实际性结束 并且表明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无线电视记者 吴嘉坚在老窩万象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老窩万象 和日本首相石破茂双边回谈 李强说中日两国发展对比只是重要机遇 李强说当前中日关系 处于改善和发展的关键阶段 希望日方切实扩手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和共识 和中方一道相向而行 维护好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 又说中日两国发展对比只是重要机遇 不是挑战 中方愿意和日方加强多边领域协调合作 共促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发展 石破茂说日方无意和中国脱勾团链 希望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而日方在台湾问题上 坚持中日联合声明所确定的立场 没有改变 日本众议院选举竞选活动展开 据报有超过1200人准备参选 经足465个议席 由于多个政坛元老隐退 再加上自民党内部混乱 选情增添变数 日本众议院星期三解散之后第二日 各政党就今个月27号进行的众议院选举展开竞选活动 预料讨论焦点包括应对通胀的经济对策 能源政策和应对出生率低的政策等等 有民众说希望新政府采取措施解决经济问题 执政自民党早前被揭发涉及政治献金丑文 多名议员遭到开除党籍或停职处分 并规定不得参与今次众议院选举 最大在野党立骗民主党批评自民党将涉及丑闻的前议员 作为政党公认候选人 强调政治改革的必要性 当地传媒报道 自民党前干事长现在进驳 现时属立骗民主党的前首相奸借人等 多名政坛元老接连引退 加上自民党内部混乱 为选情增添变数 据报自民党前总裁岸田文雄 决定辞去众议院选举比例代表候选人资格 因为自认对自民党献金丑文负有责任 今次是继2021年10月31日之后 再次举行众议院选举 将争奪合共465个议席 共同社最新调查显示 有1232人准备参选 预计执政自民党有286人 立骗民主党有209人 准备参选的有至少269名女性 占总人数近两成二 预料创立届众议院选举新高 此前女性候选人最多的是2009年 众议院选举的229人 无线电视记者陈余三报道 本日新闻时间 美国股市会员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轻微低开之后继续向下 早段曾经跌超过150点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报42486点 跌25点 标准普现白指数 报5793点 升2点 美国上月通胀数据高过市场预期 反映通胀回落的步伐有阻滞 纳斯特克指数早段跌超过100点 其后跌幅力为收窄 在18200点水平上落 欧洲故事 英国富士100指数跌6点 法国Kat指数跌18点 德国Dex指数跌44点 其他消息 有调查显示 今年头三季香港打工仔平均加薪 百分之3.2% 低过大湾区其他内地城市的百分之4.8% 明年有望再加深 踏入年底 打工仔都关心 有没有得加人工或是出花红 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 和内地人才资源管理咨询公司合作 调查香港和大湾区 其他内地城市的薪酬趋势 在本港大约10万7千个雇员里面 今年头三季平均加深 百分之3.2% 大约九成一香港机构 今年加深 近一成冻生 主要考虑是公司表现 和雇员的贡献 也有近八成四公司 派发非固定花红 平均是月深的1.23个月 而展望出年 有六成三的公司会加深 平均加百分之3.6 过去几年 其实跨国公司调伸的幅度 都是比本地公司高 今年是一个特别的情况 本地公司可能需要抢人手 留人手 可能他们在人工方面 就要做多些功夫 至于深圳 广州等九个大湾区内地城市 大约18万4千个雇员 加深幅度略高于香港 平均加百分之4.8 按年少0.7个百分点 毛先烈士记者 浙娟文报道 12间在内地从事 数字健康科技 和数据发展公司 计划落户香港 签署合作协议仪式 在香港科学院深圳分园举行 陈卓康在深圳报道 这间在10年前成立的 医疗器械公司 研发水中跑步机 水中康复作用机器人 获深圳市评为标杆企业 上海这间独角兽公司 研发的智能系统 实施收集长者的生命体征 一旦跌倒或者睡眠健康出问题 会自动发出警号 而不是说老人跌倒了 要去按按钮 而是我们学习他的习惯 有异常才能报警 来进入整个香港市场 其实我们首先切入的方案 也是行业的数字化改造 和智能化解决方案 这两间公司 连同另外10间 从事数字健康科技 和数据发展的企业 在深圳和科技员公司 签署合作协议 将会落户香港科学员 设立研发中心 或者开展合作计划 科学员现时有128间同类的公司 科技员公司说 希望发挥本港 在一国两制 大学科研 和融资平台的优势 帮助内地企业 开拓国际市场 香港政府希望把香港打招 成为健康与医疗 创新的中心的目标 目标非常明确 这些策略伙伴 将会透过香港科技员公司 加入国际的数字健康生态圈 希腊国际人才 科技员公司又说 会继续密室有潜质的企业 落户香港 推动科研成果商品化 而推动香港生命健康 科技产业的发展 无线电视记者 陈楚康在深圳部 政府刊献 将坚离地城的老班CC苗 和元朗錦田的 邓北求顾居 列为法定估值 独特的梯级营山场 屋籍涂素由石湾著名化 籍店军育店制造 手工精细壁画 木雕和涂素装饰等等点缀 建于1884年的老班先师庙 供奉春秋时代工匠老班 1928年原子重建 每年农历6月13日 老班先师旦 建造业界都会来到参拜 庙内壁画早前展开收线 负责人说 部分有待政府研究后再重修 列了法定估值之后 我们就可以透过政府的安排 面头有一些英泥盖了 看不到它本来的珍惜是什么图 人像或者画面是怎样 我们尝试去找一些历史档案 似乎又都未找到它本来的原作是怎样 所以今次我们就刻意去留白了 有待日后如果真是发现到 有一些历史的照片可以反映到 我们就可以继续下去 同样获列为法定估值的 还有位于元朗錦田的邓八球故居 这里建于20世纪初 以单层长方形青砖建筑 还有当年用来防渡的三层耕楼 屋内建筑几乎没有改动过 保留了中西合璧的风格 中式绘画 西式拱门和地板 邓八球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 元朗錦田其中一个著名商人 故居内摆放了他七十大寿的时候 收到的贺礼 还有英皇座子五世恭贺他 获位任为太平紳士的礼物 邓八球曾经在故居内开始私塾 为邓族子弟提供教育 我爷爷很注重那些子女教育 他就请那些老师回来教那些子女 那时候读博博齿的 他过了身我才出生 我都没见过他 但是后来知道他原来这么聪明 由八寿卿家做到一个大地主 开了一间炸楼厂在元朗 走出去这些人都比面子 想参观故居的市民要留意 这里平日不对外开放 只有邓八球的后人 又或者由他们带领才可以进来参观 无线迪斯记者,郑希敏报导 大家好,我是何智恩 公立医院再发生插错喉事故 洞区医院一个76岁的男病人被插错喉 清洁长度药油插胃 初五插入肺一个小时 现在仍然在深切治疗部留意 洞区医院下午交代医疗事故 远方昨天上午打算为病人做大腸镜检查 由于病人有吞咽困难 护士用鼻胃喉插入胃部 打算输入清洁长度的药物 并且先按正常程序 听诊和进行酸检的测试 由于未能够确定被胃喉的位置 要照X光检查 并且有一个实习医生检视结果 最终一个实习医生确认位置是正确 指示输入药物 不过病人大概一个小时之后说不舒服 包括腹痛、气速、血氧饱和度也下降 医护人员立刻停止程序 并且交给另一个医生检视 才发现实习医生检视出错 被胃喉原来插进去支气管 病人的情况一度转差 要用强芯药入深切治疗部留医 预料多两至三天才可以拔后 不用用呼吸器 病人本身输住了PEG这种药物 其实这种药物输住会导致短暂性的急性肺水肿和急性肺损伤 不过这种药物本身并没有长期对肺破坏的影响 阮方强调摄示护士是根据程序 那摄示的实习医生为什么会看错呢 相关的X光其实本身在我们读书求学读医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相关的教育了 我相信是因为可能他那个经验的问题 他在解读上面是必然且有可能有些影响 令到他有这个判断 那我们接下来就应该是尽量去加强我们的培训 还有督度是希望他们是可以掌握到他怎么去处理 而离莎白医院年中也都发生插错后的医疗事故 都是涉及实习医生 相关调查委员会已经建议要交主层医生去腹检X光的结果 是不是有强制做呢 腹检就是其实那个有经验的医生 在整个部门那里他会看到不同的医生的经验 他的能力然后判断他需要多少的督度 所以就不是说一刀切就是实习医生所有的做的动作 或者他的检查都要有一个腹检 阮方强调仍然会成立委员会调查 并且已经向病人的家属致歉 报线电视记者陈坚报导 有病人组织批评在短时间内 接连发生两宗同类事故是不可以接受 有医生建议 强制由正式医生腹检X光片 上次插错喉事故在伊利西伯医院 6月中为一个61岁四肢痰胃的男病人 插鼻胃后输出营养奶插错落肺 跟完调查委员会之后说 是实习医生没有足够临床经验判断喉管的位置 有病人组织说短期内发生两次同类事故是不可以接受 跟完调查委员会已经作出这些建议 但是那个程序都是由这个实习医生 在他那个经验不足的情况之下 也都没有足够的一些读道而去发生这个事件的话 似乎你成立多少个跟完调查委员会都没有用 因为你上次也是这样做 今次也是这样犯错 日后来说这个这样的程序 可能不应该交由实习医生去做这个专业判断 由医生认为可以加强把关 除非他很清楚看到那个鼻胃后 是沿着正常食道的位置 是落到过了横夹膜 落到去胃稍微低的地方 否则来说其实我们都要提高警觉 可能有时他走错了路 但是在X光上面都可能会是比较假象他似乎在食道 这一样我相信同时如果自己不是100%确定的时候 我们就一定要尽快是我们叫救命求救 除了实习医生之外 也要让他那个上面的正式的医生看会好一些 也有病人组织说由于实习医生机制上是有人督导 远方需要交代事故里面 其他医生护士有没有作出专业判断 以避免事故发生 红线市记者在流传欧角 保护儿童会同落居药件案 全部案件审结 大部分定罪被告判处监禁 警方欢迎裁决 呼吁公众发现华二一二应该及早报警 同落居在2021年底被揭发有职员虐待又同 警方调查之后 先后拘捕34个女职员 法庭今个星期一 处理最后一批被告的判刑 警方和律政司总结整个调查工作 披露探员一共翻查超过6万小时闭露电视片段 发现超过400次 儿童被袭击 虐待同疏忽照顾事件 也都因为袭击是很可能在电光火射之间发生 所以人员要不断重复 和很专注地分析闭露电视 提升了我们调查的难度 同时因为案发的时候 正值新冠肺炎试药的期间 小朋友和职员全部都戴上口罩 大大增加了警方偵查的难度 律政司第二年1月初 成立专责小组提供法律意见等等 并且在半年内完成调查和提出检控 最终除了一个人罪名不成立 33个人被定罪 涉及约疑普通袭击等过百项控罪 判刑最重的是监禁64个月 而涉及旁观而不作为的最重判酬12个月 另外今年头七个月 警方一共录得880宗药疑案 近六成涉及身体伤害 超过八成个案的私虐者 是负责照顾儿童的人 小朋友因为年纪太小 或者有特殊需要 他们表达的能力可能是有限的 而当照顾者面对疲劳或者压力的时候 会容易失去耐性 长期积累的情绪可能会一触即返 警方希望同落居案的判决能够起到阻黑作用 也都呼吁市民要多留意身边的人同事 如果发现怀疑约疑事件应该及早报警 暮仙烈士记者 杰娟文报道 内地公布第一份 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律文件 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 并征求公众意见 有专家指出 草案在公平竞争 投资融资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有特别着目在科技创新层面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 提出要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 官方也都多次形容民营经济 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持续上升 司法部同国家法改为星期四 就公布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 说期望可以营造有利于各种 所有制经济公同发展的环境 整份草案一共9章77条 在公平竞争、投资融资 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规定 有专家就指出 这部法律强调平等对待原则 保障民营经济组织 和其他经济组织 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也都就科技创新方面 提出要多些支持民企参与 在支持科技创新方面 草案应该说用的笔墨是非常多的 出了很多的石刀、真刀 支持民营经济组织 参与国家科技公关项目 鼓励公共研究开发平台 共性技术平台 为民营经济组织技术创新 平等提供服务 推动产学员深度融合 专家又说法律实行之后 将会为民企提供更多保障 强调大型企业向中小民营经济组织 采购货物、工程、服务等 应当合理约定付款期限 并及时支付账款 不得已说到第三方的付款 作为向中小民营经济组织 支付账款的条件 亦都有专家认为 民营经济促进法推出之后 可以进一步推动民企的 发展预期和信心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宜报道 在台湾 賴清德说台湾主权 不用侵犯并吞 在北京 国台办和外交部批评 賴清德蓄意加剧两岸紧张局势 重申台湾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 賴清德星期四在台北发表演讲 提到两岸关系 说台湾愿意和大陆就多个议题 追求和平共荣 但就说台湾主权不容侵犯拼吞 在北京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回应有关言论 说賴清德继续鼓吹 户北帝属的新两国论 专扬分裂主张 煽动两岸敌意对抗 反映賴清德 环顾坚持台独立场 不断挑衅之时 蓄意加剧两岸紧张局势 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又说賴清德继续以外谋毒 以无谋毒 将会为台湾民众带来灾难 陆方将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和九二共识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 和外来干涉逃谋 促进两岸交流合作 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坚定不以推进做国统一 外交部发言人回应外媒体问的时候就说 不论台湾当局做什么 说什么都改变不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客观事实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 也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 根本不存在所谓主权 无宁又重申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和台湾展开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呼吁部分外国政客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停止纵容支持台独 和推高台海紧张局势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宜报导 南韩女作家韩刚 奪得今届诺贝尔文学奖 委员会说她的作品体现了历史创伤和人类生命的脆弱 53岁的韩刚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南韩作家 他出身于文学世家 爸爸是著名的小说家韩胜元 在光州出世的韩刚1993年开始报入文坛 代表作包括素食者 不造告别 起风料出发罢等等 2016年近凭作品素食者的英文翻译版 获得国际报黑奖 诺贝尔委员会说 韩刚的作品对生与死之间的关系有着独特的见解 凭着具有诗意和前卫的文峰 成为当代散文的创新者 委员会又说 致电通知韩刚获文学奖当时 他正是跟儿子吃饭 韩刚将会获得奖金1100万瑞典黑朗 折合大概820几万港元 无线电视记者方卓眉报道 回到新闻时间 旺角有猪肉铺以冰鲜猪肉 模型新鲜肉售卖被订牌 有人作虚假陈述协助取得牌照 言指重开 警方拉了一个男人 有商会就说 类似手法常见 促请食患处加强执法 他了解涉舌的猪肉档位于旺角广东道 现在已经逆手 食环署去年特级检查 发现那间店用冻肉扮新鲜肉 6月将它钉牌 之后一个64岁的男人 向食环署申请原子重开 涉嫌作出虚假陈述 额清和上手无关 以获发临时牌照 肖息指食环署调查之后发现 他和前当主属于工作伙伴关系 转介给警方跟进 深水埗警区调查之后 证实他隐瞒和作虚假法庭声明 星期三在将军澳将他拘捕 商会说不时揭发违规的摊档 用冻肉扮新鲜肉 就算向食环署举报 但是成效不显著 新鲜猪肉与解冻的冰鲜猪肉 如何分辨新鲜猪肉 面头一定有一股亮面在身上 光面亮身的 就算它塗了血色在上面 它会有一股牙色 不是一股鲜的肉质在上面 还有猪肉是有弹性移动的 如果猪肉拿上手 好像一堆东西都不移动的话 这个一定是入冰箱 我们回来一只猪 都要二三千元的成本回来 如果它差这么便宜给你 那你真的要想想 其实它的猪的来源在哪里 有家庭医生说 冰鲜肉如果在室温之下解冻 食用有健康风险 病原体是细菌 一路滋生的时候 可能令猪肉带着菌 市民进食了就有一定的健康风险 煮熟得不是那么透切 就很大机会引致一些食物中毒 甚至一些严重的腸胃炎 他提醒市民猪肉要煮久一点 至少一分钟以上才能够杀死细菌 购买的时候也要留意有没有异味 好先自己 齐一流进入报道 海关检获大约一吨重的酒师 沉香木 约值一千百百万 拉了一个女人 沉香木是受管制进出口的 萍黎物种 海关上个月25号 在屯门内河码头 搜查一艘从广东南沙抵港的内河船 是一个部清运在一般木材的 二十尺货柜 检获重约一吨 设成一块块的沉香木 是海关有纪录以例 倒破最大宗走私沉香木的案件 由于不法分子 是试图要偷人这么大批的沉香木 所以它是需要用上一个 二十尺的海运货柜 去装住这一批的沉香木 是试图偷人来香港 意图去闯关 而另一方面 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海关人员的偵查 今次他们也是采取了一个 非常迂回的走私路线 我们估计这一批沉香木 是由越南经内地偷运来到香港 行动中海关拘捕一名 三十五岁部清收货公司董事的女人 正保释口茶 海关估计货物除了供应香港市场 大部分会转偷运到其他国家 会继续调查最终目的地 沉香木水可以收集製成一些香油 雕刻品或者一些色品 由于沉香的价格高昂 和市场的需求因设 导致沉香树在野外被大量砍伐 甚至香港也有些不法分子 会在乡家的地方非法偷涉 或者是偷佛香港的原生土沉香树 全球共有二十多个沉香树品种 大部分目前的存活状况 已经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评为二危甚至极危的级别 海关提醒 偷运沉香一经定罪 最高可被判罚款一千万和监禁十年 无线电视记者王子余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老窩出席东盟会议期间 和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会面 阿尔巴内塞在会后说 中方将会在今年内恢复进口澳洲龙下 国务院总理李强 星期四在老窩万丈 会见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 新华社引述李强说 当前中澳关系总体继续向好发展 中方愿和澳方进一步加强相互理解 打造更成熟稳定 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澳关系的未来 一定是前景关明 李强又说中澳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中方愿和澳方更多分享发展机遇 将继续打造市场 法治和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欢迎更多澳洲企业 来华投资兴业 也希望澳方能够为中国企业赴澳投资经营提供公平 安全 非歧视和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报道又引述阿尔巴内塞表示 澳中关系当前发展势头积极稳定 澳方愿和中方进一步推动澳中关系持续向好发展 也会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阿尔巴内塞在会后宣布 澳洲龙虾今年年底将可以恢复出口去到中国 意味中方对澳洲农产品的进口限制 年底将会获得全面解除 We have continued to stabilise the relationship without compromising on any of Australia's national interests With our patient, calibrated and deliberate approach we've restored Australian trade with our largest export market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Premier Li and I have agreed on a timetable to resume full lobster trade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This of course will be in time for Chinese New Year 在北京外交部未有正面回应 澳洲龙虾是否解禁 澳洲政府几年前要求就新冠疫情展开独立调查 中方自2020年起向进口的澳洲大麦 葡萄酒、牛肉和新鲜龙虾等等 实施贸易制裁 澳洲共党旗效積極修复两国关系 中方去年年底起 陆续取消相关产品的进口限制 根据澳洲政府的统计 当地有九成四的龙虾都是出口去到中国 被禁止舒华之后 澳洲龙虾的出口总值 由2018、2019年度的7亿5千万澳元 折合大约39亿2千万港元 大跌一半去到3亿8千万澳元 折合大约19亿8千万港元 无线电视机者陆子旗布道 南澳东南部城镇一条道路的名 被部分人认为是侮辱华人引发争议 市议会投票之后决定保留地名 引起争议的道路名称叫Chinamansling 位于南澳东南部城镇佩诺拉 当地一个居民6月退讯市议会 认为这个路名对华人具有冒犯性 要求改名 市议会近日开会审议 结果21票对0票一致决定保留这个路名 到底最初为何会用这个名字呢 报道说1850年代 中国移民在当地建立商品花园 成为经济重要一部分 所以以这个路名作为致敬 由中国移民后裔赞成保留这个名字 游学者就认为用人名命名 会比大国籍的名称更加合适 无线电视记者何英杰报道 回到本港 大红猫龙凤胎就来两个月大 海洋公园发布他们的最新片段 弟弟躺在床上 熟睡中口默默 似乎在做一个甜梦 而姐姐的睡姿就相对斯文 大红猫龙凤胎 打质地躺在这里 下半身盖着皮 另外一条片就看到 姐姐刚刚喝完奶 时不时移动双手 好像在做饭后运动 感谢观看